那么大家都知道 随着去年在十九大之前 那么我们的空间实验室任务圆满结束 那么我们的工程呢 全面的转入了空间站的建造阶段 那我想这也标志着中国的战人航天 全面进入了空间站这个新的时代 那么在国家的这个高度重视 和大力支持之下呢 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呢 是非常有特色的 比如说在量子保密通讯方面的研究呢 我们是在国际上呢 是处于一个全面领先的地位 那么通过后续的五到十年的努力啊 我们希望能构建一个天地一体化的 量子保密通讯网络 来保护呢 千家万户的信息的安全 关于大家普遍关心的 未来动车组的发展方向 我想一方面我们会朝着系列化的方向发展 目前我们的研发团队正在基于 时速350公里 复兴号的基础上 研制250公里和160公里的 自主化的动车组的系列化平台 另外一个方面呢 动车组还会朝着智能和绿色的方向发展 我们会在更加节能更加环保的新技术和新材料方面继续应用 另外我们还会在这个动车组上实现自动驾驶功能 从列车启动加速到减速停车 司机只要按一个按钮就都可以完成了 刚刚过去的平仓冬奥会上 我们看到了奥运的五环旗已经正式的交给了北京 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北京冬奥时间 我们向世界承诺 北京将办一届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奥运会 我们也在考虑如何提升运动员的体验 以及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权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